新娘穿著白紗 挽著新郎的手 幸福甜蜜的走進婚禮現場 賓客熱情掌聲不斷送上祝福 沒想到婚宴結束後 卻讓新人對賓客充滿愧疚 當時A小姐對面舉辦婚宴席 開十八桌 其中又是素食桌 不過他指控服務人員將婚菜 送到素食桌 讓不少賓客 因此破戒 第一道其實就有上錯 但是很快就發現是錯的 有退回去 A小姐不滿 4月20號婚宴當天 服務人員把好幾道婚食 送到全場唯一一桌的素食桌 一開始如宿賓客發現有意 還來得及退回去 直到借藍炒雙鮮這一道 光是用肉也難辨 賓客吃下肚 害他們因此破戒 功虧以愧 我的婚宴就這樣子被毀掉了 我覺得我每天都 為了這種事情在流眼淚 天地是上市商櫃 送錯婚食這件事情 我真的很難接受 看這個素食桌 就會派專人去服務 餐廳員工強調婚宴素食桌 會派專人服務送菜 但也坦全當天是員工訓練不足 總公司發出三點聲明 除了素食桌不收費 另外吃到婚 十三位貴賓會製贈素食佛跳牆 再免費提供一桌宴客菜 作為補償 讓新人無法接受 如果說沒有一約定總類出餐 造成消費者損害的時候 消費者可以要求損害賠償 婚宴會館是知名上市上櫃公司 光是台中就有三家分館 一桌素食桌收費將近一萬四 既是這種服務品質 針對勿吃婚菜的賓客 業者一直願意送素食佛跳牆 作為補償 雙方賠償談不攏 原本該是幸福圓滿的婚宴 勸約餐廳員工將婚食送錯桌 害如宿賓客迫切 也讓結婚新人自責不已 欣賞黃俊玲世欣 直播報道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